大學取考今天放訪了 我們就來看到學霸的故事 高雄女中應屆畢業生叫劉雲安 那麼經由繁星計畫申請到了五個醫學系 那麼看到是有台大呢 學測個人部分呢 則是呢又考到了是陽明長庚 美醫勾醫醫學系 五個醫學任他選 他最後選擇台大來就讀 允文允武的他 今年還在全中域的西洋艦 得到第五名的夾擊 到底如何辦到呢 時間怎麼管理 他說其實這很重要 他被大家笑說是原始人 因為常常是不接手機 不看手機 讓自己可以專心讀書 專心練劍 他要是跟不上別人 他會很噢 很雷心瓜這樣子 但是我那時候哭了 直句回來會讓我抱 平常別想 母女兩抱在一塊 女兒劉雲安是熟女應屆畢業生 媽媽則是位眼科醫師 劉雲安高三畢業 經由繁星申請到台大後 學測個人申請入學 又上陽明長庚北醫高醫 他從五所醫學系中 選擇台大就讀 不只是學霸 劉雲安還是位西洋劍高手 在今年全中運西洋劍 得到第五名夾擊 打西洋劍這一塊 真的只是為了讓他運動 不希望他就是指念書 什麼事情都不做 身為熟女高材生 雲安分享讀書秘訣 上課認真聽回家都要再複習 時間規劃很重要 念書不能不求聖解念到一半 就像下課休息時間也要盡情和同學玩 利用這十分鐘的時間好好去做一個調整 就是跟同學玩的 然後就是讓自己後來這50分鐘 又可以再專注在課業上 文武雙全的他如願以償上台大醫學系 其實不只雲安的媽媽是醫生 爸爸也是骨科醫生 哥哥則是高醫醫學系的學生 可說是醫生世家 劉雲安說未來他也想當兒科醫生 也想當復健科醫師 目前還沒有決定 會等上了醫學系後再好好考慮 記者旅中人高雄報導